上星期,入华牧师开始了2012信息的第四部分《声祭启示录》 启示录是圣经最后的一卷书 既在末后所发生的事情 而神所设计的众星就是打开这个保护的药室 诗篇十九篇一至三节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明白这条约时的智慧人在门后的日子里面也必定发光如星 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 打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在理解启示录的奥比尔先 诱华牧师已经分享了十四个启示 成为整套信息的根基 第一,神命名所有星秀的名称是各个文化的共通语言 诗篇147篇第四节 他数点星秀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 星秀是由神所命名 各个文化对星的命名也大致相同 就好像与文化同时间出现一样 第二,不单只星秀的名字是神所定定的 连众星的运转也是由神所维系的 是神所确立天的定例 按时领出十二公 第三,王道十二公的十二公 和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原文的道字是同一个字 四,在各国文化、古文明中 对于星座的划分、名字、区域 包括王道十二公的十二个星座 亦都是十分相似 所以,这个不可能是一个巧合 而是一个设计 五,启示录二十二章十节那里说 我是大位的根,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神星 主耶稣以神星代表自己 成为我们的榜样 神更将神星似给末后得胜的 推瓦推拉教会 六,星座的位置 既说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 亦能够贯通全本圣经 历史上,神从来不单止 走在以白纸黑字方式 和人说话 阿伯拉罕的时代 神以牵制和人说话 摩西的时代 则以云主、火柱、汇幕 来和人说话 司徒约翰曾经捕捉到这个变化 知道主耶稣是道成了肉身 来到世界 启示录更加显示 约翰再次捕捉到另一个变化 知道主耶稣以天上的神星 和人说话 七,启示录里面 主耶稣以星座来到描他自己的形象 启示录一章十四节 他的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象在牢中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众碎的声音 他右手拦着七星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人的李箭 面貌如同灭日放光 他的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如雪 是指白羊座 脚好象在牢中锻炼光明的铜 是圣殿两条铜柱的双子座 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 是指神话语 好像活水光河的波光座 他右手拿着七星 就是卯星所身处的金牛座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人的李箭 就是英仙座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是指主耶稣出生的时代 太阳在春分时候 在白羊座的头上升起 当阳光射向主耶稣那个 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如雪的头 面貌就仿似烈日放光 第八 灵禄和亚伯拉罕对比金牛座和白羊座 灵禄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勇的猎户 他以猎户作为预表 他兴建巴别塔的时间 就是太阳在春分 从猎户座所属的金牛座升起的时间 而金牛座所对应的地理位置 即是灵禄所在的士拿地 亚伯拉罕即是二百年之后出生 神叫他献上一头羊 以代替以撒 这个正好预表了太阳在春分的时候 从白羊座升起的时间 第九 马代波斯是双角公面羊对比白羊座 圣经用双角公面羊 代表马代和波斯两个国家 马代和波斯一日之间毁灭了巴比伦 应验了但以利所见到的异象 而这件事正发生在太阳在春分时候 从白羊座升起的年代 马代波斯在地理上 亦都是白羊座的对应位置 第十 大人库对比仙女座和第四兽的对应星座 在末后日子 敌基督将会掌权 而启示录质以一头兽 来到形容敌基督 经文所描绘的形态 形状像泡 脚像红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和第四大星座海怪座相同 它覆盖的范围是由金牛座的末段为开始 一直到水平座刚开始的边缘为终结 预表敌基督的时间是由金牛座 即是06的时代至到水平座的位置 也即是2012年之后的纪念 而地理上即是金牛座所对应的中东和东欧 一直到水平座所对应的俄罗斯 伊朗 阿富汗 印度 和中国西面一半的国土 这个对比了敌基督掌权时的国界 事实上 美国的军事势力范围 恰巧也延伸到这些地方 藉着反恐旗号 美国军事势力拓展到伊拉克 阿富汗 巴基斯坦和印度 至于中国西面 藏毒 僵毒 是中国最不稳定的部分 这样 美国是否担演了 让敌基督出来的重要角色呢? 启示录十三章七节 天使对我说 你为什么稀奇呢? 我要将这女人 和陀着他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臂告诉你 那个陀着兽的女人 正是海怪座椅上 脚被锁链绑绑的仙女座 合巧 美国的自由神像 脚上也有锁链绑着 而声殿和美国自由神像的距离 是5706英里 5706 等于2520加2520 再加666 666是敌基督的数目 而2520即是代表着 巴比伦在神面前的不宜而被审判 第十一 启示录七粒星七间教会的使者 启示录一章二十节 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七粒星即是卯星 位于金牛座 2010年夏至的时候 太阳开始从金牛座升起 代表着教会时代的终结 第十二 启示录十二章提及一位 头戴十二星冠冕的妇人 他对比处女座 亦都代表以色列 他生了一位 用铁像核管万国的孩子 那个就是教会 他会被提到神的宝座 这位孩子 亦都预表了 约失和约失民众 近三十年 太阳在秋分的时间 就是从处女座十二星上来 预表了神用三十年 预备被提的宗教会 处女座是十二星 一粒代表约失 其余十一粒 即是代表约失的兄弟 第十三 十二星冠冕妇人所生的其余儿女 即是代表着七年大灾难当中的宗教会 亦都预表了约失的十一位兄弟 处女座十二星的十一粒 代表着十一的秘密 两位无依人的身份 第十四 约失和圣殿的故事 约失和圣殿充满了十一的巧合 这个牵连着处女座的冠冕 无依人的十一粒星 对应时间正是现在 就是太阳在秋分 在处女座升起 而地理位置 是美国首都华盛顿 可见Freemason 组织到十一的奥秘 并且将美国的首都 切在十二星冠冕的地方 无可否认 圣殿在圣经里面的地位 远超过一般人所理解和想象 的确是 解开启示录的唯一约时 数千年来 这个隐藏的书卷将会被打开 时间就是在历史的末时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 倡游《星祭啟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